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嗨 各位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4年的9月22号 星期一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OpenAI的投资者名单当中 可能迎来哪些新的科技巨头 宗复利接任娃哈哈集团董事长 意味着什么 今天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 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 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 也就是我们的清解读时间里 我们要来关注一下 波音的星际客机Skaliner 最近商用飞机的安全问题 还没有彻底解决的波音 又在航天领域遭遇了一些挫折 8月底 美国航空航天局 也就是NASA 正式宣布滞留在空间站 79天的两位宇航员 将在明年2月 乘坐SpaceX的龙飞船返回地球 而波音的星际客机 将在不搭载宇航员的情况下 返回地球 实际上这两位宇航员 是在6月5号 乘坐波音的星际客机 飞往国际空间站的 他们本来是要执行 为期8天的试飞任务 但是由于星际客机 出现了推进器故障 和氦气泄露的问题 两位宇航员的返航时间 也多次被推迟 那么NASA最初 为什么会将 载人飞行的任务交给波音 原本是由波音星际客机 送上太空的宇航员 最后却由他们的航空业务上 最大竞争对手SpaceX接回 这件事又会对波音 产生怎样的影响 今天我们的经解读 就与此相关 在这之前 我们先来关注几条 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 苹果和英伟达 讨论投资OpenAI 根据华尔街日报 8月30号的报道 在OpenAI 正在进行的融资过程当中 苹果和英伟达 也参与了进来 我们早咖啡之前的节目当中提到 风险投资机构 Thrive Capital将会领投 微软也会参与到 这轮融资当中 彭博的报道显示 英伟达可能会投资 1亿美元左右 不过目前还不清楚 苹果公司的投资数额 华尔街日报的分析认为 苹果将会在 下一代iOS操作系统中 加入Apple Intelligence的功能 其中比较复杂的AI任务 将会由OpenAI的ChatGBT来处理 苹果的投资 可以确保 他们使用OpenAI的技术 不过苹果也在寻找OpenAI以外的 技术供应商 这笔潜在的投资 将会使苹果和其他AI公司的关系 更加复杂 另外OpenAI表示 ChatGBT目前每周的活跃用户 超过了两亿 是去年秋季的两倍 超过九成的财富500强公司 正在使用他们的产品 在AI安全方面 OpenAI和他们的竞争对手 Enthrope 一同和美国政府达成了协议 美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 将提前获得这些AI公司 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并且进行能力和风险的评估 华为上半年收入超过了4000亿 8月29号 华为公布了2024年 上半年经营业绩 数据显示 他们上半年的销售收入 超过了4000亿元 同比增长了三分之一 对于上半年业绩 华为表示 整体经营情况符合预期 低财经的分析认为 和过去五年的数据对比 华为的净利润率 处于近年来的高点 华为的消费者业务 智能汽车以及华为云等等部门 是支撑华为业绩回暖的关键 尽管华为没有像去年一样 公布各个板块的收入情况 但第三方机构 和合作伙伴的数据显示 上半年华为在中国的 智能手机出货量 达到2220万台 同比增长了五成以上 华为手机自去年下半年回归以来 一直在国内智能手机 出货量的前五名 另外华为智能汽车 解决方案的相关资产和人员 都将会注入尹旺这家公司 隐望的最新估值已经达到了千亿级别 与合作车企的整合仍然在进行当中 阿里巴巴完成三年整改 8月30号 市场监管总局宣布 已经督导阿里巴巴集团 完成了三年的整改 阿里表示 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发展起点 未来阿里将会坚持合规经营 财新认为这也标志着 对阿里三年多的反垄断监管高一段落 2021年4月 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阿里巴巴 要求商家二选一的垄断行为 做出了行政处罚 并处以阿里2019年 中国境内销售额4%的罚款 也就是182亿元 而历时三年多的整改 也是处罚的一部分 另外36颗的报道显示 陶特APP向部分用户 新增了微信支付的选项 使用体验 与正常的第三方支付服务 没有差别 目前阿里旗下的饿了吗 优酷等等服务 都接入了微信支付 腾讯则大幅调整了微信的外链政策 用户点击链接 就可以跳转到淘宝天猫等等APP 腾讯还向阿里开放了 微信广告营销服务 宗富丽正式接任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 根据界面新闻8月31号的报道 有公开资料显示 杭州娃哈哈集团 发生了工商变更 宗富丽接替已经去世的宗庆后 担任娃哈哈法定代表人 同时兼任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务 娃哈哈集团的董事监事等等 高管名单也发生了变化 宗富丽还接手了宗庆后 持有娃哈哈29%的股份 目前杭州国资 持有娃哈哈46%的股份 是娃哈哈集团的第一大股东 剩余25%的股份 则是由娃哈哈公会持有 今年7月 社交媒体上传出了 宗富丽辞去副董事长 和总经理职务的传闻 随后娃哈哈表示 宗富丽决定继续履行管理职责 界面新闻认为 当宗富丽正式担任 娃哈哈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时候 这一场引发巨大关注的商业继承 已经宣告完成 我们早咖啡也在7月底的节目当中 专门提到 未来娃哈哈需要面对竞争 越来越激烈的瓶装水市场 同时还要恢复产品能力 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 几条商业科技动态 别走开 我们马上和你一块来关注一下 由波音星际客机 送上太空的宇航员 为什么最终是由SpaceX接回 这件事又会对波音产生怎样的影响 欢迎来到今天的清解读 今年的6月5号 由于技术问题多次推迟起飞时间的 波音星际客机Sterliner 终于成功发射 将两名NASA宇航员 送到了国际空间站 进入太空之后 飞船虽然成功地完成了 和空间站的对接 但是过程并不是很顺利 先是在整个飞行图中 星际客机的28个推进器 有5个都出现了故障 导致对接过程 不得不延迟了将近一个小时 同时用来给推进器加压的氦气 多次出现了泄漏 也加大了这一次对接的难度 由于星际客机存在的问题 需要技术团队花费不少时间 来分析和解决 两名宇航员也就没能够按照原计划 再次搭载星际客机回到地球 返航的时间多次被延迟之后 8月24号NASA表示 他们认为波音星际客机的 推进系统太过危险 两名宇航员将在明年2月 乘坐SpaceX龙飞船回到地球 这也就意味着 这两名宇航员在空间站停留的时间 从原本的8天 延长到了整整8个月 不过宇航员并不会面临 人身安全的问题 由于国际空间站是一个足球场 大小的实验室 有货运飞船定期对接 为所有人员提供补给 两名NASA宇航员将和空间站的 另外7名宇航员一起 进行太空行走 以及其他的科学实验 华尔街日报还指出 两名宇航员过去都曾经 在国际空间站上工作过 他们现在就像被困在 夏威夷一样安全 只不过是要错过一些 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但是对于NASA来说 星际客机的风波 却可能对他们的商业载人计划 造成深远的影响 NPR的报道指出 2011年 NASA的航天飞机退役之后 他们希望自己能够 专注在登月工作上 于是就启动了商业载人计划 支持美国私营公司 建造新的太空飞行器 把宇航员送到国际空间站上 并且决定暂时花钱 使用俄罗斯的太空舱 来将NASA宇航员 送往国际空间站 连线杂志显示 俄罗斯太空舱的一个座席 就价值8600万美元 NASA为此向俄罗斯 支付了超过34亿美元 2014年 NASA正式选定了 波音和SpaceX 根据固定价格合同 NASA向波音支付 42亿美元的费用 来开发星际客机 而SpaceX的合同 则价值26亿美元 这两家公司 至少要进行一次 载人飞行测试 同时至少要有一名 NASA宇航员在飞船上 来确保飞行器的开发 正在如期进行 一旦公司的测试计划成功 飞行器系统获得NASA的认证 那么这家公司 就可以和NASA签订新的合同 完成最少两次 最多六次的 载人空间站的任务 因此多年以来 波音也一直在 非常努力地开发星际客机 和SpaceX的龙飞船展开竞争 2020年 龙飞船第一次完成 载人飞行任务 结束了NASA对俄罗斯的依赖 然而根据连线杂志的报道 从2016年以来 波音的星际客机项目 预算就超支了不止16亿美元 并且这个项目 在研发的时候 就频繁地发生技术问题 包括软件故障 胶带易燃 阀门卡住 降落伞系统不够坚固等等 2019年 星际客机的首次无人试飞 就没能抵达空间站 而2022年的第二次试飞 虽然他们成功地对接了空间站 并且返回了新墨西哥州 但是推进器仍然出现了问题 所以波音也把今年6月的 首次载人飞行测试任务 当成是挽救星际客机项目的 重要机会 希望可以获得NASA的认证 拿下新的合同 然而星际客机 目前已经多次推迟载人返程 对此波音的官员 仍然坚持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星际客机有信心 让宇航员安全地返回地球 NASA方面则表示 他们和波音之间没有信任问题 只是存在技术分歧 双方对于数据和不确定性的看法不同 所以最终NASA决定 让SpaceX来执行两位宇航员的返程任务 那SpaceX的首席运营官也表示 他们随时准备尽其所能地支持NASA 财富杂志的分析指出 SpaceX已经成为了一家领先的航天公司 他们将从各国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机会 但是NASA还是会继续和波音合作 因为他们希望让波音和SpaceX轮流 来执行国际空间站的任务 NASA也多次表达了对波音的支持 他们的官员声称 自己100%确信有朝一日 星际客机是能够再次完成载人发射的 那么这一次波音的星际客机送上太空的宇航员 最后要被竞争对手SpaceX接回 又会对波音本身产生哪些影响呢 影响之一 进一步地损害波音的形象 CNN的分析认为 星际客机项目长期存在技术问题 甚至严重到让竞争对手SpaceX来为波音收拾烂摊子 这对于航空航天巨头波音来说 无疑是极度尴尬的 并且宇航员被滞留在国际空间站中无法返航 并不是波音在今年遭遇的唯一一个挑战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 波音客机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事故 包括舱门脱落 引擎起火 甚至飞机在飞行中急速降落 导致乘客受伤等等 就之前的两起737 MAX坠机事故 波音也在7月初的时候承认了欺诈的重罪指控 将支付4.8亿美元的罚款 另外他们还面临着CEO等的高层的变动 8月20号波音又宣布 777X飞机的结构部件存在问题 公司将会暂停测试 可以说波音在商用航空和航空航天部门 都出现了严重的声誉问题 彭博社的评论甚至认为 太空部门分散了波音在制造安全可靠的 商用飞机方面的注意力 波音应该将航空航天部门分拆出来 成为一家独立灵活的公司 从而就可以专注地和NASA合作 今年7月波音在一份文件中披露 由于星际客机载人飞行测试延误 以及推进系统的故障 它们产生了1.25亿美元的新损失 彭博社还指出 星际客机项目严重拖累了 它所在的航空航天部门 这个部门在今年上半年公布了7.6亿美元的亏损 比前一年更加糟糕 另外虽然NASA可能会保持和波音的合作 但是CNN的报道指出 星际客机载人测试的失败 可能导致NASA对波音的监管更加严格 比如会增加对波音项目的审查 这就可能会延长波音未来的开发周期 从而进一步地推高它们的开发成本 彭博的估计显示 如果星际客机要获得NASA的认证 那么它们可能还需要进行另一次的试飞 这也会让波音再次损失4亿美元左右 NASA的官员也表示 它们和波音在载人空间站上的合作 是一份固定价格的合同 也就是说NASA付给波音的钱是固定的 并不会因为成本的提高 等的任何原因而增加 彭博社认为 在星际客机项目 已经超支了大约16亿美元左右之后 波音几乎很难在这个项目上赚钱了 影响之三 波音可能会放弃星际客机项目 商业新闻机构Marketplace认为 波音也可能会退出载人航空器的开发 毕竟它们只有10%的收入 是来自于航空航天业务 而且比起波音刚刚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 现在的行业竞争也在加剧 目前马斯克的SpaceX 还有贝索斯的蓝色起源都在争取机会 彭博社的报道指出 波音不仅仅在星际客机项目上持续亏损 从长远来看 星际客机这个业务的可行性也会受到质疑 加上波音又刚刚聘请了新的CEO 让公司重新盈利显然是他最迫切的任务 作为让波音在多年动荡之后 重回正轨的新领导人 新任CEO也很有可能做出彻底的变革 比如选择放弃星际客机这个项目 所以说到这个话题也想来问问你 你平时出行的时候经常乘坐波音的飞机吗 你认为波音还有可能挽回自己的形象吗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监制Stella 商业内容策划 娜娜 声音设计 庆明 研究员 东军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